我们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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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释教仪迹教官刚中何说 各位必求各位必求尼 各位三咪各位三咪各位居士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上 我们上一堂课跟大家谈到说 到底我们从修入出果八人八字清楚了 接着修二果三果到四果 四果相 四果 到底修什么 修的是九无间道 跟九卸托道 这个名词大家应该听得蛮熟悉的 怎么讲 我们在之前还没讲罗汉之前 我们先讲了佛 就是藏教佛他怎么修呢 他用的方法工具是一样 但是修段的内容不一样 换句话说是可以怎么讲 就是说都是拿菜刀 但切的东西不一样 可以这么讲 都是拿锄头 那锄的那块地是不同的 或者说那块锄头挖出来的地的样子是不一样 可以这么讲 这可以理解 其实也是提到了三四星 但是他是用八人七字 直接断在无色界的非非响处 最后一个字 八人七字 最后一次修入 断尽见尸祸 他用八人八字就断尽见尸祸 正如汉国 他没有经过初二三 没有 我说过了 他没有经历初二三的 初阶的圣人 就是所谓的学位 建道位跟修道位的圣人位阶没有 直接就是无学位 直接正如汉国 用的方法一样 但所断的不同 可见他真的是不一般 就是说不是说这个方法就一定断什么内容 但什么样子的人 用什么样方法断什么内容 大体上有一定的经验值 佛法是面对众生的心性的 他应该是千变万化各个样子 所以他不是一个SOP标准作业 他基本上不是 不过呢 基于人性跟他还是有修道的逻辑 佛的因缘 从他个人到他当时修行的周边的因缘 他没有佛 佛修道的时候周边是没有佛的 也没有佛法的 至少在他那个时代 对吧 所以说他必须自己独立完成 这是第一第二 佛是来视线给众生的看的 这是第二 第三就是佛久远有修 等等 佛的智慧不同于一般的生文外道 所以当然用的方法 也是八人八字三十四星等 十六星加十八星 是的 没有错 可是手段不同 我们再回忆一下你知道的 但回过头来讲到最标准的 就是说一般性的 这个罗汉出国圣人这样子的 一路一路的这样子 好像说有接刺性的修 那他的修法就不一样 用的方法基本一样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方法其实是一种状态 比如说八人八字呢 事实上是对所修的对象立名 叫八人八字 你要苦法人 苦即灭道 这个苦法 苦法忍 即法忍 灭法忍 道法忍 这是就所修的对象 说 说你修的内容 但是到了这个 九无间道跟九泄脱道 是你就修的那个 手段 或者正在修的那个状态 他必须是无间的 他还是修三十七道品 他还是修三十七道品 所对的境呢 所对的那个因缘呢 这个用的方法呢 五根五立等啊 这个欺谱第一分八胜道分 这样内容啊 那他所观的境界 是那个欲界中的事实 贪嗔痴慢 那到了类比观的话 是贪痴慢 这个三十 各自有九品 就贪有九品 吃有九品 慢有九品 那这个九品呢 也没有一个定量 说长这样叫出第一品 长那样叫第二品 他也不是 那不然是什么概念呢 他就是一个 移而在的 不停止的 去观察 重复的观察 他是有状态 这个重复的观察的内容 稍后我们会有提到 那些无非 就三十七道品的内容 但是呢 也是因人而异 但状态上是不停止 一支绵密的观察 观察断除贪 观察断除贪 是这样 那么到初果人 二果人 到三果相 其他都还有男女淫欲 所以就贪来说 看你淫缘咯 有的人淫欲低 他还是得断 淫欲重 他照样要断 那修呢 是不是还修不静观 有可能 看你需要 他就是无间断的一支观察 就这样而已 用的手段 内容方法 其实相当多 他讲的是无间 是一个状态而已 这样诸位了解吗 不是说有一个修法叫无间 不是 是一个状态叫无间 修的状态叫无间 这一点要懂 是这样 这很有意思 这个太灵活了 这佛法这样子 宇宙之间真的是太灵 而且很严密 他也不 他也不是讲一个大概 这样子 这样 好 那么好 那么这个上一节课呢 我们就大体上呢 我们把它带过 带过一下 他说 卸脱到呢 其实是 卸脱就自在的意思啦 就是断货 就货业断离的意思 其实货业断离 无所细服得自在 这跟前面讲的那个是差不多 在这里头讲断离 在这里头讲断离 各有九品 那么死死九品的话 就是九十品 其实讲起来是这样 那九十 也不要这样讲 应该说 欲戒有四死 四死各有九品 那各有九品 那你看每一死各有九品 那其实是四九三十六 要真讲起来三十六种品 一种死一个下下品 一个是贪有下下品 撑有下下品 吃有下下品 慢有下下品 一路要断 他不是 那有人断断 有一口气 四样都断下品 断中品 有人呢 没有啊 没办法 贪归贪 撑归撑 吃归吃 吃要慢慢断 贪要慢慢断 还千百样 但是无间修是一样 这什么概念 这就是古人讲的嘛 求学如逆水行舟 意思一样 意思一样 其实对圣人来讲 他那个逆水 其实已经不会太逆了 干嘛 他怎么逆 他也会成 他也会证四果 进入出果之后 他怎么个逆法 整个慢法 他还是要证 还是要证四果的 可是呢 没有到达四果之前 人还是人 就是有烦恼嘛 他还是会比较不耐 所以他还是想要 总是要去完成 但他不会逆到 回到原来的凡夫 这点倒是真的 可是呢 要真有前进 要真的能前进的话 还非无间不可 为什么 习性重啊 我们的烦恼的习性太重了 连圣人都会挡不住 是这样 所以出二三果 都一样 你不知道三果前 二果的话 人间都还得再来 可见没有办法 所以说一定要无间修 是这样 好 那么这样子讲了 那么九品呢 忌断 此或忌断即正德卸托道 这两个断离啊 是真正正德 破掉他这个烦恼的本体 枝末的本体 烦恼本体 盖于各地中 每断一品货 共九品 每断一品货 各有无间跟卸托二道 每一品要争断 先用无间道 再用卸托道 一地之施货既有酒 比这能治的道亦有酒啊 成为九无间道 九卸托道 十八节或十八心 你看 其实是每一施 每一施 每一施货 每一种施 每一种史 它是施货嘛 就是贪 贪有修品 每一品呢 有两道 无间道修 卸托道修 然后再断一道 断一品 再断一品 都是双道 都要十八心去修道 照说是这样 我这一品 当然品跟品之间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区隔 可能难说 可能难以 我们目前没看到 它真正有什么标准 去把它切割开来 下下品跟下中品是什么 用什么标准去切割 怎么衡量 烦恼 烦恼你怎么衡量 大概就是用那种概念性的酒品 这样的概念来讲 那这样到底有没有意义 你没办法真正用数据来衡量 那到底有没有啊 还是有意义啊 你不知道 这个人烦恼轻一点 那个人烦恼就重一点 你跟他在一起工作 你就要小心一点 你跟这个人工作 你就相对比较放心一点 因为他烦恼没那么重 大概就这样子 你就可以知道品 品是一种概念而已 大概就这样子 会分轻重 会轻重 那既然有轻重 我们自己在修的时候 当然也跟着要有轻重 就是也跟着会断轻跟重差别 有表现出来 这就是无间道的观念 那好 那么每一品 共有九品 那一一品去断它 就有一一的无间道跟泄脱道 那一个死有九品 所以每一死都有十八星 要断 那才一个死断光 一个死断尽 另外一个死 贪断尽 撑断尽 那你就在问 到底是贪把它全断尽 然后再来断撑 是吗 当然不是 不是 是贪 撑 吃 慢 这四个 四个死 出品 下下品这样 一起断 就是一下 不是一下 断贪的下下品之后 也要断撑的下下品 断吃的下下品 断慢的下下品 那一路都断完了 才安安稳稳的上一品去 再安安稳稳的上一品去 这样听得懂吗 这可以理解的 你想 一个完全没有贪心的人 可是他身心很重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没什么可能 因为贪之不得 才会起撑的 是不是这样 这滑的滑的 你如果不好滑 我去想起 我都不贪了 我想想起什么 对不对 所以贪撑吃慢 下下品一路往上修 下中品 在下上品 平衡的四死一路往上上去 这样懂吗 所以四无间道 不 九无间道这样修 他是把这四个死的九无间 一一的 一一一一修完修完 然后这样 一起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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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听懂吗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没有慢心的人 你说他会起撑心 好奇怪喔 都是因为有慢 慢 慢 我执那个慢 我们才会起撑心 你的慢归零了 你这撑心还有 这哪门子画 所以他是互相纠结在一起的 讲是讲四个贪撑吃慢 这事实是这样 但他互有影响的呀 所以经上会说 什么等分 等分的都有 这样子 等分 就是这个意思啊 贪撑吃慢 但乙 这有时候都在那里 而且乙也是喔 有时候怀疑会起撑心 你懂吗 是这样 他说 太厉害了 到底是什么情形 很生气的 这样 感觉很奇怪 很生气的 为什么我老跟他这样讲 他都不听呢 为什么 在想为什么 为什么他后来就气 气那个人 为什么 为什么 然后为什么 就是我执啊 贪撑吃啊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弃到要害 那就是撑 所以说贪撑吃慢疑 其实是要一起断 修的话个别修 但一瓶一瓶的往上去 往上去 所以全体的往上提升 全体的往上提升 接着你又问 那如果是这样 有没有可能这样 这四个死 就失货的四个死 贪撑吃慢 有没有什么 我把贪修得很低的时候 那个撑吃慢 跟着就低 还是也要再修撑吃慢呢 那就要看根气 有的人断一 就其他三个也跟断 有的人要一个断 再一个断 不是断 就减低 第一个贪要减低 撑也要再修它 再修减低 吃也要再修减低 慢也要修减低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体性不同 烦恼性 有同有不同 同的是什么 都是脂末无名 都是鱼痴 都是脂末的无名 要是你动了这个无名 一起减低 那确实有可能贪撑吃慢 一起降低 但其实它还有长相的不同 你比如说 这件事情我不贪 我不贪 我不贪 我不贪这个名利 可是有一个人 对这个名利很 很执着 而且用的手段 很粗暴 很粗 很粗糙 那你在旁边看了就怎样 有一句话 路见不平 弃死闲人 你就起撑 弃死闲人是起撑 你就收起起来 你听到没有 然后你的脚伸出去 把它弄倒 就是这样 你也不想贪那个名利 但是我也不让你得 看得不舒服 很快 会这样 那是起撑 他不一定贪 可是他不舒服你贪 他不舒服你得 这里没贪 可是他可以起撑 是这样 慢也是 比如说这样 我也不想那个 我也不想那个 做班长 我也不想做什么 什么国家的什么长 什么长 我也不想干 但是我看你就不爽 我看你就不爽 你干上那个位置了 你只要说什么 我每次写文章就骂你 慢 我就不爽你了 你讲队伍还是把你熬到错了 怎样 有没有这种人 不是有没有这种人 世间就是有这种事 是不是 他就是慢啊 他骂就在想 没有啊 就是过去是大概 他把你老祖宗的骨灰坛子打破了 早说白鸡都破了 所以你现在见了面就分外眼红 是这样 他就是要卡你 就是要卡你 不然怎样 在这方面 他就没有 他也不一定是撑 但他就是要怪你 要拐你一下 要拐你一下 当然了到了人家出国以上 二国人 这个习气还是会有的 因为他还是凡夫 他还是有这种凡夫式的习气 是有的啊 为什么 他就是欲戒的贪嗔痴慢啊 我们凡夫当然是欲戒 但也是贪嗔痴慢 这强得很 他弱了 但他还有 所以说 有时 有 为什么在这个高僧传里头提到说 有那个 当年有弟子在五台山啊 亲近他的师父 他的师父 他的师父明明就是罗汉 或者说初果 或者二果罗汉 但他还是要往外学 为什么 因为他还是看他师父看不起 那吃饭饭的 那不好 为什么 他也会生气啊 是这样子啊 他也看起来有那个凡夫味道在那里 二果 初二三果都有 别说什么四果都有习气了 何况初二三 他还有欲戒失祸嘛 所以他还会表现那样 只是说很微弱 但是微弱 你做他的徒弟 很可能就太近了 你懂吗 他就会看得到 他就会献得出来给他看 那远远的他就看不出来啊 你跟他没什么关系 跟他没什么关系 他还不会骂你 也不会要求你 可是你整天跟他生活 他就K你 他会要成就你 他就K你 K久了你就觉得 很可惜了 脾气有够差 脾气有够差 或者是说 哪有失误这样 一天到晚定我的 是这样 他就气起来 他就离开 离开之后 他就亲近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 谁谁谁这样 人家就跟他讲说 你失误是什么人在来 什么罗汉在来 你傻傻的 你跑到来亲近我干什么 真的吗 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知道就惨了 你知道 他就赶快赶回 赶快去 失误已经入灭了 不是这样 大概就这种情况了 所以 森文人他还是接近 那个我们比较凡夫相貌 他还是会这样 所以这也就是印证说 德登和尚 当年会跟那个 中居士讲说 福武罗汉是我师兄 这话不能随便讲 是不是这样 不能是我师兄 我可以思想 饭可以亲在家 我可以亲在讲 就是这种话 大妄语 人家不会这样 他不会这样 但他讲这种话 对吧 但是他还是会怎么样 还埋怨 埋怨说 观音菩萨要我再来 是很苦 是在很辛苦 那还是会埋怨 对吧 这就给我们知道说 啊 娑婆世界实在太难了 太难 为什么 因为我们背负 无量无边节的习气 无边无边的习气 久远无量无边习气 我们都这样做烦夫 都习惯于贪嗔吃慢疑 是这样 哪有可能这些人说 你说 即便是出家 也只是说努力而已 你也不是说那么容易 对吧 所以说 为什么禁读法门这么重要 为什么诵法华经这么重要 法华经直看佛法 直看佛之法 然后接着诵 念佛求生极乐 那两个就对上来 直接在大乘圆满 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这样子呢 再一次的印证了我们 我们的那个教学天台修规进度 其实是很有效的 而且是很保 很保证 从这都可以理解 好 那么呢 这是九无间道 十八星 这个叫十八节 一般都会看到十八星的 但偶尔你看到十八节 你要知道 节 就断 一段一段 一个无间把一个品 一个品位 某一个品给修过了 那就下一个再努力一次 是下一个阶段 是这样 那就是节的意思 因无间道之断祸 仍残留习气 这里啊 看啊 看这里 无间道仍残留习气 看到没有 很特别啊 这个习气 是更重的 会入生死的习气 还会 残留这个习气 那当然了 到了剩下这个 他剩下这个习气还在 所以非得要 习气在 你出 你不是这样 你下下品的称 你无间道修完了 理论上说 你那个称的 称的那个脾气啊 就少了一些是吧 可是呢 还有那种不动心的 不会染污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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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称的 那个维系习气 那个 那个重的习气 还在那里 什么意思呢 会变个脸色 但心不动 会这样 会这样 会变个脸色 所以说罗汉会脸色 就是这样子 他这个脸色 就是习气 可是已经断了呗 对啊 可是在 这个味道在那里 会干扰你 往下修 就往上再断 会干扰 所以 一定要再用 卸脱道 把它 那一品 完全的扶住 就是那个维系的不产生 你不叫维系啊 刚开始是粗的了 那个粗的不产生 拿着一阶一阶的 会往细的地方去 是这样 所以修道人刚开始 他什么都没修的时候 他像凡夫一样 我们讲称好了 就像凡夫一样 小瓜大事 变变叫 这样 气到不行 但慢慢的 随着年纪跟修行 他就比较不会这么生气 比较不会那么的 那么的容易被惹脑 那不但不会那么惹脑 连肚子里头 想要生气的想法也没有 那个肚子里想要小小生气一下 那个东西就叫喜气 也没有了 那就是 我们说无间道修完 蟹脱道也成就 那这样才叫做第一 最粗的 最下那一品让你修完 就很粗的那个呢 没有了 它大概长什么样呢 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看那个事情 本来 生气了 现在看的事情 你会动一点念头 但是呢 很容易就不表现出来 也不要太压 也不用压抑 但动个小念头是在的 这个小念头会影响你 往下修 它就是喜气 只在内心里而已 我常讲 我说 在静坐的时候 那个贪嗔痴慢 或者是某一个念头 某个不安的念头 它会在意识下方滚动 接着浮出意识表面 最后成为情绪 这有三阶段 大概它就在第一阶段 在情绪下方 还没形成 但是你知道有个力量在滚动 那个就是喜气 要生气之前的征兆 我们拿撑来谈 比较容易理解 要生气的征兆 在那个 在那个情绪之下 快要了 你已经看 你已经感受到它有涌动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讲的喜气 那如果你 你已经断 你已经 你已经修了 掉那一层的话 它就是 你只看它涌动 它不会 它不会真正成现形 现形 那就是生气了 已经生气了 所以它涌动 那涌动还分两种 有形的 跟感觉在涌动而已 不知道是什么 约略知道是什么 但那个形象还很远 离那个撑还很远 但涌动了一下下 所以涌动了一下下 是这样 然后渐渐地浮出来 会有一点影响你 但还不起撑 然后最后表面 身口陷出撑心 那就真的撑了 这三个阶段不太 是有阶段性 有阶段性 那么在这里不能用禅定去压 不能 这里谈的都是在 没有禅定的状态底下 他遇进队员 我们说遇五层境界的时候起撑 他起不起 他在潜意识下方涌动 到浮出 被潜意识意识到 他那个涌动的样子就是撑 是第二段 到已经现身口了 那就撑现前 这三大阶段 一个是没看到形象 再来已经有形象 但还没有现身口 再来现上身口 这三段 都会这样 你自己观察都会是这个状态 那强弱 很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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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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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分这样子上下分九品 是这样来的 这样子分九品 好 那么所以仁禅流习气 就这个 在哪 在第六意识之下 因为身文人只修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之下 他也注重第六意识 让你去往生的也是第六意识 而去投胎的也是 领着你的也是 他是表面意识 然后呢 他会看到 在内心里头 涌动 是力量 但 长出来 看到是 是真心的感觉了 但不现身口 这些都叫习气 现身口之前 前面那两个阶段都叫习气 可以这样讲 然后 到了卸脱道呢 对不起 不会了 没有了 没有那个习气 没有那个 第六意识以下的 看不到的 或看到形象 这两个都没有了 那这样的话 最低一品 让你修成功 可是再强烈一点的习气呢 称心照样在那 因为你修完第一品而已 第二品你忍不住 这样懂吗 你比如说 有人这样 冷眼看你一下 以前你会生气 现在不会了 因为太小二科了 你已经成功了 假设 那方面你修养已经过了 但是呢 如果开口骂你 那你就撑不住了 你就想起了 那就是说 第一阶段你还可以撑 到第二阶段来 你就撑不住了 所以说他有品嘛 称心是有分品的 是这样 虽然 我们讲说 这是二果人 初果 初果之后的 二果相 三果相 二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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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果相 三果在修的 但我们凡夫也一样是这样 这都是欲界内容的称心 好 那么是这样 那么色界无色界是没有称 但贪吃慢还有 可见他还是断开来的 没有称 但是贪吃慢是有的 慢心还有 他那个慢呢 闻不到称心的味道 我们凡夫只要起慢 大概很容易 很容易看得到称 不过有时候也是断开 他也没什么生气啊 但他就是不承认 他就是不接受你的说法 或者不随喜你的说法 他不是因为称心啊 他就是认为 你没格 你说那个我就是不信 怎样 是这样 他也没有称心啊 他对你也没有称恨啊 他可能不认识你啊 但干嘛我要听你的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他不会投你的票 是这样 没办法 反复 所以说这样分析起来 梭博世界很难住的 你要知道 真要再来的 真要发菩提心 真的是不忍心众生的 所以还是去极乐世界再来 比较安全 你看看这样子 又分九品 你想想看 那有点乱到要害怕 那众生你不知道要怎么面对 要怎么面对 很难很难 好 了解了 好 那就再讲到习气这件事情 讲到习气 这个跟断不断生死 我修正一下 断不断生死这个事实上 这还在生死之内的事 这里 因为都在 都在私祸内的 所以都大概是生死的 跟那个 罗汉有习气 那在生死之外 那个不会再让他入生死 那不一样 名字都叫习气 有强有弱 还有性质的不同 性质的不同 就是这样 有人就爱挖鼻孔 是这样 这样叫做丑陋 或者叫没礼貌 但不至于让他入生死 如果有阿罗汉呢 他正果了 但他习惯挖鼻孔 你也不会在这个罗汉 因为入生死 不至于 因为挖鼻孔只是很丑而已 不叫做入生死 就比如这样 好 那么了解了 好 自卸托道时 舍此而正极灭之理 舍此而正极灭之理 这个是在讲 你说要正极灭之理的 是这样是这样 他还是一品一品的正 所以他在 这里讲的就是所谓的 小物 小物 小的物 开悟的物 小的开悟 这样 他这里讲正 他还是分九品在正 对不对 正下品不等于正中品 中品不等于正上品 是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 应该说 应该说怎么样 应该说这是 这个正是指的分正 正极灭 但最后讲到正极灭之理 为什么 这个极灭之理还是有品的 如果是讲到最后 圆满了 正四国 那当然就是正四国之后的最终极的极灭之理 那当然是这样说 但是还没有之前 这里的讲的极灭之理就是 一品一品的不同 是这样 好 那么 此称为无间道断祸 卸托到捨正 捨正你看看 捨 就捨掉那个习气 正 正的那个智慧 这样懂吗 叫捨正 有十六心中 八忍 突然间又来了 八忍 你看忍属于无间道 自属于卸托道 你看 看到没有 所以说我跟你讲说八忍八字 讲的是对象 修的对象在八忍八字 但是当讲状态的时候 其实他也有这种状态 这是什么呢 忍的话就是无间道 无间嘛 你忍要 滴滴滴 你听我的意思吗 一直忍渴下去 这不能东西有间断的 我突然间哪里我不忍渴了 不忍渴就整个崩盘了 忍是这样子的 你忍一时 不够啊 要忍到那个事件结束 才叫做忍啊 你刚开始忍 忍到后来还是爆炸 还是等于没有忍 所以他必须无间的忍 所以忍 八忍八字的忍 忍位 其实就是无间道 那字呢 其实就是卸托道 应该这里讲了 是不是这样子 八字属于卸托道 所以说 无间道跟卸托道 其实是一个状态 是一个状态 是一个心灵修的状态 好 九无间与九屑都十八心乃是指一种修断 见思或过程的修道状态而言 其内容因个人跟进不同而不同 但是八忍八字是十六心 这是指修断 修断 见思或过程的所缘而言 是指四圣地而修 对了是没有错 为什么八忍八字 那我问你 那八忍八字在主要在修 见到位 那修到位呢 就出二三国 还会被用到 还会被用到 就对象来说 的话其实也是还会用到的 所以说这里还是修 都把见思放进来 把见思放进来 也是可以的啦 你比如说佛就好了 因为根气不同嘛 佛就好了 佛他用八忍七字 他把私货给修断了 欲戒 色戒 无色戒的前三地全部修断了 他说八忍七字 你看看没有 然后呢 见货完全没动 见货完全没动 但私货倒是修断好多 怪怪 明明八忍八字在阿罗汉 出国人的话 他是用八忍八字修的呀 你看看 但是在释迦佛的因缘上面 他见货没断 我说过因为 为什么 因为见货是见解上的疑惑 固然容易断 但是他是第一位成佛的 没人跟他讲的没得断 他必须用 他必须用 事项上的 私货断尽 反看见货断尽 那是这样子 在情绪感情上断尽之后 理智呢 就现前 我们一般来讲是 先用理智熏我们自己 让我们感情不要乱动 可是在佛的 佛自己修 不是 是感情上修到断尽 那理智自然现前 为什么 因为没人跟他讲理性的东西 他是第一位 他是娑婆世界 此次娑婆世界的第一位成佛 没人跟他讲四圣地 都没得修见货 是这样 所以感情不动了 自然智慧现前 你要知道 是这样 有理智 感性 一样死 死得很惨 但是感性能够控制得住 理性一定现前 所以说 情感过多难修行 这就是女众原因 女众难修 理由就在这里 男子的话 相对感性 理性比较强固 所以他感情不容易被他乱动 动了也容易静下来 他虽然有冲动 但冲动时间很短 等一下他就恢复理性 是这样 但是爱道经讲 女子的感性太重 他一直在高原其中 所以他就浮在那里 所以理性冒不出头 是 从佛陀的修道过程 你也可以看出来是这样 这都是一致的 OK 好 那么这样子清楚了 所以说 八人属无间道 八字属卸托道 也可以知道 好 再来 久无间与久卸托 这是八心乃是指一卸道的状态而言 是修见识或的 那八人八字 是修见识或的所缘而言 是的 主要是指原是圣地而修 这点我们也都理解了 很好 那接着呢 往下 另 吴学之 最后讲到吴学位 吴学位 就是阿罗汉了 吴学 吴学之圣者 炼根转种性时 亦有久无间久卸托 修此净除见识稀气 而正得藏教佛果 这是在讲藏教佛 再带一次 什么说呢 在吴学位的圣者当中 有修炼根定 炼根转种性时 什么叫炼根转种性 炼根其实就是 我们五根对六根对六层 沉静 六根对六沉静 还会有习气 这东西你看喜欢跟不喜欢 那不是理性在思考的 那是感性在反应 就是我们讲的 过去的习气在反应 你看 男女之间 你说这个人是夫妻脸 这个人 这个两个人走得很近 你看男的不怎么样 女的也不怎么样 可是他们两个就感情很好 很简单 就是龙交龙 凤交凤 它是因缘相应 这因缘相应是怎么来的 他们两个怎么看对眼 没理由的 没理由 你要把它拉开也没办法 你要把它对上去也没办法 他们对上眼了 那就是过去式的因缘 那过去式的因缘 那过去式的因缘没有理由 所以说再讲一次 这就是六根对六层净 它本身是一种情 是一种 我说习气反应 或者叶缘反应 这种叶缘反应的话 就是覆盖你的佛性种子 你懂吗 是这样子 那本来你应该清净的 但是你看这个人 那过去是你阿嬷 但是你现在因缘很那个了 就两个人就变成夫妻 是被什么东西 是被那个根层所蒙蔽 所以你必须怎样 你必须在 你必须操练 你这个根层相对的时候呢 恢复那个 你原有的亲性种性 你才不受这个习气所盲动 那我们就是因为佛性上面堆叠太多 那简直就是无 简直就是无量无边的习气 那这些习气在那里 你的总性佛法总性就不现前 是这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只能用九无间 九无间 九泄脱 再用一次 九无间 九泄脱 为什么还是九呢 一样把它分九品 懂吗 在超越习气 这就是我们 在下面那个表格当中有 有没有 还记不记得 这个表格曾经讲过的那个 那个九无间道 有没有 用十八星去断什么呢 十八星 顿断尽见识习气 有没有看到 在讲这个事情 就是在讲这个 他在文字上说成什么 文字上说 炼根转种性 炼根转种性 也是用九无间九无 九泄脱 修此以敬主 见识的习气 你看见习气跟识气一致 顿断 这在讲佛 才是这样子 罗汉不会修到这里来 他不清习气啊 他觉得这样够了 就停在那儿 叫他修也修不下去啊 我没骗你 罗汉叫他再修 什么炼根转种性 这不可能 他看不到种性 他也不知道他在修炼根干什么 我就出生死了 他叫我修什么 老 老曼 于一切菩萨法 无所爱要 他也可以这样讲 不过这个跟菩萨法没有关 就是 再叫他修 他不知道往哪修 他就无学位了嘛 无学了 我就比要不要 我是要叫我炼根 他叫我读什么 去注册 找不到注册的位置 就比如这个意思 所以他不会这样修 只有佛 就在僧文法来看 就是菩萨 就是佛的意思 他才会修这样 顿断见思习气 断喔 不是清喔 清是清犯的那个清 那是 原觉圣人 或独觉圣人 是清 他是修十二因缘的 往下会讲到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但是往下会再讲到 那不一样 那是因为他在修的时候 自然就会扩及到 那个习气 会减低他的习气 他不是特别去修断习气的 我是指那个 独觉圆觉的圣人 就圆觉佛 独觉必是佛的 这样 他会自然清 就是他不断 他不减低而自然减低 减低那个习气 就好像说 一直都吃 渐渐在学着吃健康食品的人 垃圾食品他都不想吃了 他也不是故意去断那个垃圾食品 但是味道不合 是这样 这样就叫做断习 更清习气 但佛不同啊 佛他是一路看到底 他要展现出来 是要更加清净 clear的那个 视线为藏教佛的样态 是不会有那种不威仪 不自在 不威仪不庄严 他不会有的 他把那些所有的习气 通通能够断尽 那是有益的 而且看得很清楚的 是练根转种性 这样了解吗 这只有佛啦 所以说成藏教佛 看到没有 成为藏教佛 放藏教佛国 我告诉你啦 听到这里来 连那个学阿涵的都不一定能 搞得那么深入 你要知道 所以天台教法是很完整的 他事实上是很踏实的 把声文教法好好的知道一遍 你要知道哪怕是华颜宗 他也没谈这些 因为他没有 他对藏教没有那么用心 他要讲他就讲天台的内容 因为天台把它整理好 就讲那个 好 那么这样清除了 修此以禁除见识其迹 而证得藏教佛国 到此为止啊 我们是约略的已经把 这个出果怎么证 二果怎么证 三果怎么证 然后一直到佛果怎么证 大概都讲了 我说藏教 那么我们就回到那个原文来 回到原文来 好 嗯 不是这个 嗯 不是这个 嗯 不是这个 嗯 嗯 不是这个 这个 这个才对 嗯 好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注解这里来啊 好 注解这里来呢 我们还是会慢慢的谈到啊 这个 来看到了这个 注解 第 这个啊 其实是以前有讲过了 嗯 在这里啊 嗯 就是 嗯 我们 讲到就十六行观 哦 这个就是回到的注解来呢 就是讲到十六行观 有简行简圆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这里 简行简圆 哦 简行简圆 嗯 这些已经都讲过了 之前已经讲过 但是呢 这里呢 有这么一段文 就说 唐义的大彼佛沙论 啊 那么 有提到 他说观苦地共有四项 这就是在最后 我们之前有讲到 在最后 上次我们文字上有带过一下 在最后啊 你要正入出国之前啊 那个 那个 观 二刹那 当中最后一刹那 要 四季第一 哦 然后呢 正入出国之前 那么 那么观苦 有四种 观苦地 有四种相 哦 那 非我 等四行相 所观的极地 哦 这样 对不对 这点之前有讲过 可是呢 到了最后 你要正出国之前 何等普多加罗依空 入正性离生 何等普多加罗依无愿 入正性离生 也 这就是在提一件事情了 这个文呢 大家要看一下 现在人已经看不懂文言文了 那更难去理解这个 这在讲什么 那就不理解 你就只能看白话 看白话 有的人就 有的人乱讲一通 那就很麻烦了 是这样 何等普多加罗呢 就是我们凡夫 我执的那个凡夫 普多加罗 那么 依空 或依无愿 空无愿无作 注意看 依空跟无愿 这两个 其实不止 还有无作 这样 那入正性离生 什么叫离生 离生 离生死 就离一切的烦恼生 入正性 正性是指什么的 正性 不能够讲说 因为身文法没讲佛性 所以讲正性 正的对邪说的 正对邪而说 正性 正性离生 正性离生 意思也就是 泄脱的状态 也就是所谓的 这个离苦的状态 或者 应该是这样讲了 离这个 这个 凡夫的状态 这样的状态 叫离生 正性离生 那么到底 你到底是 一个修到最后 普多加罗就是 我 具有我执的众生 叫做普多加罗 就是我执 普多加罗就是我执 我执众生 我执众生 它到底是依苦 还是依 这个 依空 还是依无怨 还是依什么 其实还有不止 往下有个表格 你会看出来 它是以哪一个 来修断 你的 这个 最后的 那个 贱获的断境 它要怎么修 因为最后一刹那 最后一刹那 其实就是最后一个 八人八字 进入出国之前的那个八字 第八字 是这样说 然后他就 他就回答了 这个以前我有讲过 我们把文字带一下 若见行者 依空 入正性离空 若爱行者 见行者 爱行者 看到没有 你也根性不同 这就是 所以我就说 我说其实 修法百百种 光僧文人 我们不要跟佛比了 我这堂课跟上一堂课我都提到 罗汉的修法跟佛的修法根本 基于他们的因缘啊 愿力等等不同 他修法当然不同 虽然用的方法一样 但这里呢 用的方法也真一样 但是呢 重心还是不同的 重心还是不同 见行者跟爱行者 它分两种 见行者 依空 入正性离者 爱行者 依无愿入正性其中 唯出菩萨 虽是爱行 而依空入正性离者 什么叫爱行者呢 什么叫爱行者你知道吗 爱者贪 贪比较重 是属于什么 对近身迷比较重 那另外一个 见行者是什么 见解 这见货是思想上 愚痴比较重 人大概就分这两类 对物质上面的贪 还是对概念上面的无知 这两者性格有差 大分就是两类 就是概念上的愚痴 思想上的无知 但他对东西呢 他就比较随便 你看有些人爱住山 看他住的生活很 很随便 我在埔里我看过 我这样 没水没电 我也去住过那种日子 没水没电 自己挑财运水 还过这种日子你知道吗 自己种菜啊 怎样怎样 他对这些境界啊 对这些 对这些外在的爱染境界啊 他呢 无所谓 比较不会有 所以呢 他不是爱行者 他对这种物质 就是五成的 爱行就是对五成的贪爱 比较重 他比较 他没有 所以如果一行华 就这样 然后呢 用木头啦 什么这个 什么那个 棺材板啊 去钉的 他都可以喔 可是呢 这个人 佛法就不太懂 显然 他就是践行者 他 见解的愚痴相 或者比较清晰相不足 所以他需要用空 来加强他的见解 了解吗 是这样 他不是爱行者 你对这种物质欲比较 物质欲他比较低 欸 这真的 找不到 好的 倒过来 那个 讲经说法啦 或者什么样 他的周边环境 他就搞得美美的 他对那个物质性的东西 他就比较在乎 这样 但是观念上他清楚 所以他就必须去断爱 因为他把周边搞得太漂亮了 是这样 这就是生文人讲的啦 这菩萨就不一定了 菩萨 他一方面又要能讲 讲法 概念上也要清楚 但环境上他也要接应众生 他也要有个样子 这就另当别论 好 是这样 所以你看啊 见行者依空入正性离生 然后爱行者呢 愿 无愿 无愿无作 愿 愿就是想念的意思 没有想念 就是对那个贪爱物质 没有想念 去入正性离生 不过有例外 为除菩萨 菩萨就是 这里讲的菩萨 应该就讲佛啦 或者是讲的行菩萨道 他是什么 虽是爱行 而立入空正性离生 为什么呢 因为他行菩萨道 他就要对物质方面 他也要对五臣 他也要有所 有所照顾 照应 但他不能修无愿 他要有愿才可以 他要有那个动机 要去利益众生 所以他不能修无愿 他就要修空 他要修空 利益一切众生 而无众生可利益 这样 但是他要利益一切众生 不能一开始就无愿了 就倒了 不去充当 不去充当 不可以 要动念去做 但是呢 入于空性 这样可以 不能不动念 他这个不动念就不行了 就是这样 又践行者富有二种 时间到了 以前是讲到这个 所以就会出现这个表格 其实以前讲过 但是现在把它讲下来 要把它带一下 好 那我们明天再上课 然后后天就不上课 然后大后天 就是周四周五上课 周三就不上 是这样 明天还是上 好 向下文长 负以来人回向 众生无边识愿度 烦恼无尽识愿断 法门无量识愿学 活到无上识愿成 自归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法无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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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归以法 自归以法 当愿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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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如经藏 身如经藏 醉如海 自归以身 自归以身 当愿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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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度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禁止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达莫阿弥陀佛 达莫阿弯陀佛 达莫阿弥陀佛 好